在今年主教团春季会议召开的时候 全国传协主席陈磊氏弟兄 因为疫情严重影响主教团的经费运作 所以提议以意卖葡萄的方式为主教团募款 不到三个礼拜就达标达到一百万元 但教友再三呼吁所以又延长了一周 7月19号的上午 全国传协主席陈磊氏弟兄 特别将募得的一百五十万捐到主教团 他同时也借机代表信友向主教团致意 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所 我们非常高兴全国传协 也今年特别为主教团募款 用意卖的方式 而且也跟小农葡萄 我们是葡萄汁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合作 奉献 这样子的合作今年的成果是一百五十万 相信在将来的每一年 这个传协会 希望能够也每一年的努力 一起为主教团募款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教审负责人 中安柱总主教 也提到主教团的运作 因为实际上这个主教团是一个机构 把台湾七个教区都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要做的服务 在主教团里面有十几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就是为我们天主教 然后跟别的各个单位来服务的 例如像宗教教团委员会 那这个就跟其他的宗教 以及跟亚洲的主教团 还有跟宗座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需要由我们的秘书 在里面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在主教团的运作 平常我们就是耶稣君王节的前后 那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 或者是最近的这个募款 都是相当的有限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要维持 整个主教团的收支 这个就没办法平衡了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个陈主席 你特别发现这个事情 那你也想到这个葡萄树跟葡萄汁 那葡萄汁呢 我们是没一个葡萄的 我们既然是教育我们也都有收获有结果 所以我们也尽一点心意 那我们自己也享用葡萄 然后我们也在 我们享用葡萄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点能够来帮助这个主教团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葡萄的衣麦 它的真正的意义不在金额的大小 而在这个的心 我想因为感谢主教团的支持 让全国传协能够借着这个平台 结合全台湾七个教区 所有的教友 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 一起来努力 我想这种携手合作 把我们的心把它连结在一起 由于今天是中安驻总主教 就职第二年的开始 因此特别向中种主教献花致意 一场葡萄的意买 看到了教会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